晨光小雨陪伴你走过整本圣经 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后半段 从第三十五节开始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一起来看到的 就是什么是好管家 什么是好管家 我们看到耶稣讲说 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说 好管家就是在末世有福的人 你希望能够在这样子 纷乱的末世里面成为有福的人吗 好管家会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那我们这段经文呢 就紧接着耶稣讲到一个比喻 说到这个很有钱的人 他就盘算着要怎么样扩大他的这个仓房 但是呢神的当天晚上就要取他的命 所以呢就让人想到说 其实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甚至这个世界的寿命也是有限的 总有一天末世也会来到的 所以在三十五节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继续对门徒说 你们腰里要树上带 灯也要点着 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 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 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 所以他就讲到说 我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我们要像这个仆人一样 等候主人在半夜的时候 随时可能回来 这样子呢才能够立刻给主人开门 当然我们就好像有时候到晚上啊 回到家里 哇突然发现 这个钥匙找不到了 哇这个时候一定会很慌啊 在半夜的时候进不了家门啊 都已经到了家门口了 那同样的 主人也是要进到家门 当然希望说 立刻就有人帮他开门 神就是我们的主人 耶稣呢 他就要进到他的这个世界里面 他会再来 那个时候呢 我们要立刻给他开门 我们要立刻欢迎他回来 在这地方讲到 说就是要他们警醒啊 那怎么警醒呢 一开头第三十五节就讲到说 腰里要树上带 灯也要点着 树上带 就是代表着 你不是穿着睡衣啦 你呢 得是全然的 完全的戒备的情况之下 然后呢 灯也要点着 所以完全的不睡觉打顿 而且是非常的警醒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灵 不要睡觉打顿 让我们的灵 能够非常的警醒 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一扣门 我们就立刻给他开门 那这个地方讲到 怎么样来预备呢 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仆人 是有个主人的 我们要等候主人回来 我们要有一个心态 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随时欢迎耶稣再来的 立刻给他开门 也就是要为我们的主 要预备道路 那我们常常在他面前警醒 我们要更多的传福音 带更多的人悔改 归向主 然后呢 当他警醒了 立刻给主人开门的 这样子呢 主人看到仆人警醒了 这个仆人就有福了 所以我们看到 怎么样才能够有福呢 首先呢 就是要警醒 立刻为主来开门 那有什么样的福气呢 主人就叫他作息 自己树上带 来敬前伺候他们 哇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呢 这无法想象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 耶稣就是在告诉我们 当我们能够警醒 做好管家 做好仆人的时候呢 我们一欢迎了他 他也要来服侍我们 那我们很难想象 这是何等的尊荣 是何等的福气啊 所以呢 神是要来祝福 我们警醒的仆人 警醒的管家 能够他扣门的时候 我们立刻来开门 接下来呢 耶稣又继续的讲到 怎么样警醒 他这次呢 讲的不是仆人 讲的是主人啊 他说如果一个家主啊 知道贼什么时候来 就一定会警醒 不会让贼呢 来得逞 所以呢 我们也要预备好 因为 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啊 如果我们睡着了 那我们就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来 这个时候就错过 他的时间了 那彼得呢 就说 这个比喻是为我们说的 还是为众人说的呢 其实呢 我们来看这个比喻呢 是针对管家 就是 对管家说的 那什么是管家呢 管家通常指的呢 就是属灵的领袖 是牧师啊 是小组长啊 其实呢 应该也是 对每一个基督徒 也都可以适用的 那 接下来在42节 主就讲到说 谁是那中心 有见识的管家 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所以呢 这个管家呢 就是 由主派他来管理家里的人 管理教会 要按时分粮给他们 分什么粮呢 当然就是神的话语 不仅是圣经 要分这个解释 要讲解给神的家 同时呢 也是要把圣灵 在那个时候要讲的话 也要把他分享出来 所以呢 当主人来到的时候 看到仆人 看到这个管家呢 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 按时能够把神的道 讲给教会 这个时候呢 他就是有福的了 因为呢 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也换句话讲呢 主人要高举他 抬举他 给他更尊贵的地位 更大的责任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在教会里面 不管是担当什么样的 管理的角色 负责什么样的部分 我们就算是好像 没有什么头衔 但是至少每一个人 都要去传福音大门徒 为主做见证 那在小组里面 在教会里面 我们分担一些责任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做忠心 有见识的管家 能够把我们所领受的 粮 灵粮 也能够分享给其他的人 这就是忠心有见识的 好管家了 那主人也会来 抬举我们 那如果呢 仆人呢 没有好好预备 那这样子呢 就会受到责打了 那接着耶稣讲说 多给谁 就向谁 多取 多 托谁 就向谁 多要 所以 给我们越多的责任 越多的启示 越多的恩赐 越多的资源 我们就要 能够更多的 来 结果子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接下来呢 耶稣就讲到说 在末世的时候 其实呢 我会把火丢在地上 那这个火是什么呢 就是 可能是试炼 可能是 一些 会引起人这种 这个 争辩的事情 那 这个时候呢 就 会叫人纷争啊 所以呢 其实 我们现在看到 很多人呢 因着圣经的道理啊 就 对 教会 有一些 这种 不谅解 或者是 有很多的纷争 或者是 拒绝教会 那 这个呢 其实已经在发生了 然后 耶稣讲到说 我有当受的喜 还没有成就 我是何等的迫切呢 这个纸的喜呢 应该就是 十字架 所以十字架 其实呢 很多人 对十字架呢 是有很多的争议的 他们不明白 十字架是什么 有人认为 十字架是 余拙 但是呢 信主的人 却把他 看 认识他的荣耀 所以呢 这就是一种 世人当中的 一种 纷争 然后呢 接下来就讲到 我们要分辨 属灵的时候 就讲到说 我们能够分辨 这个气候 能够常常很关切 气候预报 那我们是不是 更需要来分辨 属灵的时候呢 什么时候 是神 耶稣快要回来的时候呢 什么时候 是要谨醒祷告 什么时候 是要起来征战 什么时候 是我们要去收割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分辨 他的时候 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说 这个仆人 是有福的 讲到三次 所以主帮助我们 在末世的时候 警醒 预备 耶稣的再来 我们立刻 为他开门 我们就成为 有福的人 感谢主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